红丸一丝血反三 这是我见过最极限的翻盘了 来欣赏一场极限的翻盘局 来自月牙打鸭王 话说月牙打鸭王 这个是气得吐血 有好几局都是 丝血被反杀的 这样一局 是丝血反杀的三个人 真的烦人 这次晕了刚刚 直接死了 月牙我感觉 他得用这个大门来拍头 才能够显示出他的水平 曾经我分享过一局视频 他是三局穿三 这个夜风 相当的给力 AB选择 反杠回去 反边漂亮 跳过来 打不到 继续下低 又再次推进板边 刚对了 争取打货防 有吗 好 审称出来 这个鸭王也是知道自己怕被打破防 你看你看这个破防还在呢 如影随形的破防值 哎呀 如复古之居 甩都甩不掉 遇到一个千鹤会算破防的 你跑都跑不掉 就打你 我还是很了不起的 看这局它的表现了 想打逆向 被赶回去 多了一波香杀 又吃了一个 哎呀香杀残血 耶 这次刚好跳渣死 刘易思啊 开局就不太妙 好点赞别 我也点赞别 干嘛 完了什么东西 这把摇杆拉前来 是要拆左右吗 好再次点到一个下盘 之后直接升龙腿 想要蓝球山没有跑起来 抱一个切 好招 跳CD发波 嗯 跳CD再发波 再来 这大门没有 没有跟蓝球山的 没有这个欲望啊 抓到之后 左右者拆中 哇又是跳CD发波 这大门感觉有点慌啊 没有威慑力啊 被反牵制了呀 哎呀 什么鬼啊 残血翻山牛逼 好关注修修 不易走丢